HELLO 大家好我是乔寶,就在今天我运气非常的好,又免费抽到了一台金框车,就是这台保时捷911 GT2 RS,这台售价基本上要价1400多万,但我感觉赛车游戏没有跟保时捷好像就很落伍了,跑跑最近不是也跟保时捷合作吗? 刚好我在这边也免费获得了一台保时捷,那各位也不要担心,我刚开服的7日签到活动中只要签满了7天,第7天的奖励就是这台保时捷911了,所以不要担心,一样人人都有,那今天我们就先来提早看一下这台保时捷911表现究竟怎么样吧,那目前因为我刚抽到车子还是一等的关系,所以我目前就是非常的阳春,那车辆还没有做升级的部分,我们来看一下外观的部分,哦,白色,很好看,还有了, 蓝色,其他颜色的话,目前好像是因为我还没有办法解锁,那车子要等它的那个熟练度上升之后,这些颜色才可以解锁做使用,哦,白色好看,用白色,再来是车贴,哦,这个车贴就看个人喜好了,我自己是,觉得我现在这个车贴很丑,哈哈,好,看一下涂装,哦,这个涂装很帅,很有赛车风格, 这个好像也是从那个吧,签到活动中我记得就有了,对对对,这个训练计划,好,到时候在后面就可以解锁了,好,把车牌装一装,轮胎,看一下,好,这个是免费送的,有限时的,那就把它装上去吧,哦,七等之后才能解锁,OK,好,那我刚刚看它的大绝啊,表现感觉起来应该是不错的,感觉是很强的, 但是我现在因为还很阳春,都还没有升等的关系,所以我的大绝应该,没有办法像刚刚影片中那么的长,那么的强,那这个大绝就是一开始新手训练的时候,你们不是会开这台911吗,那就这个大绝就是那个时候你新手训练用的那个大绝,好,我们直接来实战看一下,诶,刚好我们这队的队友有一台911,哦呦,911大队,OK,哇,非常帅啊,OK,这边,完美起步,nice, 爽甩,哎,这边没甩好,OK,先挤一颗气,第六名慢慢追,哦,感觉我队友很强哦,我队友的911比我还快,呵呵,诶,它是911吗,还是它是那台残,篮球火残啊,呵呵,好,这边大绝快满了,OK,急急急加速带,冲冲冲, OK,这边甩,nice,这个氮气,哎呦,快追到你了哦,911宝贝,哦,它开大绝了,哦,很壮观耶,等一下我来开,哦,呼,哦,它也会是,它也,它会稍微有一点,帮你自动导航,所以你,这个大绝时机也是要开得准一点,不然你可能落地之后直接撞墙哦, 我刚刚就是差一点就撞墙,我刚刚如果再提早开一点的话,可能会比较好,我刚刚有点太晚了,所以落地的时候是有点尴尬的地方,哦,两台911直接海放所有人啊,哦,我们是不是要完全胜利了,要完胜了吗,OK,再接,nice,来哦,对哦,OK, 诶,它的大绝都可以开得比我快,为什么,哦,因为我是一等啊,可能是有晶片啊,等级又上去的关系,所以都会急得比我快,那我觉得目前玩下来啊,我对这款游戏的车子的认知是,等级大于数值,也就是说如果你一台紫框车,你等级有升上去,或者说升满,然后你有配一些东西的话,会比一台金框车来得强哦,那如果说当然你金框车有升满的情况下,那当然, 不用说啦,那肯定是最强的,那那个时候就是比什么,比车子的数值了,所以等级先去升,这边,大绝,超车,nice,哦,我刚刚的大绝开的时机我觉得就非常好,这边就是一个直接超车,然后完美胜利,OK,非常完美,nice, 因为你等级升上去之后啊,你的芯片啊,或者说车子的一些被动技能,氮气什么都可以重新去配,那你的集气量跟你的氮气时间,还有你的大绝时长,也都会更改,也都会不一样,所以就是强在这边,所以你等级如果升上去,你车子是满级的情况下,你的氮气啊,速度啊,数值啊,然后大绝什么都会有所提升, 所以等级对我来说,目前是很重要的,你以为这款游戏花钱是花在车子上面吗,没有,是花在升级上面,这些零件,这些芯片等等的,哦,你也是要用抽的,好吗,强的话啦,强的那些芯片啊,零件什么的,都是需要去抽的,或者说用买的,就是需要课金,没错,好,哎哟,这个队友也是蛮强的哦,芒果队,哇,他摔尾特效怎么这么帅啊, OK,这边氮气出去,我现在这个一等,它的那个集气啊,氮气啊都是比较弱的情况下,它集气也没有说特别好集,然后氮气时长也是没有到很长,就短短的,都短短的,诶,这边刚刚是怎么回事,断不了胎啊,我前面这台是,是什么车,怎么那么帅, 是麦拉伦吗,好像不是,我刚刚没看清楚,等我啊,队友,哦,这边一个捷径,哦,好险,刚还没发现,这边,哦哟,这又是什么,又是什么岔路,我没发现,直接开个大绝,呵呵,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,就是开大绝,大绝帮你走,我看一下小地图,走右边是吧,哎,怎么有点滑, 哇,这个,这个,这个赛道,捷径也太多了吧,到底要怎么走,呵呵,哇,前面连续的手指弯,OK,这边又有个手指弯,OK,哎,这个是一圈还两圈啊,终点快到了,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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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哎呀,这场又要完胜了吗, 哦,哦,队友很强,哎,nice,哦,我这两场队友都不错哦,这台911我觉得是可以练的,我觉得玩起来啊,它的手感方面,它的大绝能力,我觉得都还蛮强的,那我觉得这台911大绝完全是赢刀片的哦,这台大绝是直接飞在空中做一个加速的效果,等于是直接忽略了所有碰撞跟对抗,像刚刚前面第一场啊,我开了大绝, 是直接从空中超车,完全没有任何碰撞,那如果是刀片的话就不一样了哦,刀片行驶过程还是处于地面,那我有曾经后面的玩家啊,开了刀片加速,结果被我挡着,想超也超不了哦,就整台车侧着身,一直顶我的屁股。但刚刚可以看到,911是非常轻松的直接在空中刷卡,所以我认为龙卷风的容错率会比刀片高,不错,如果是喜欢保时捷的人啊,这台911我觉得可以练一下, 金框车,大绝也不烂,又是竞数位,人生啊,能开过几次保时捷对吧,虽然是游戏,但至少也要来体验一下,呵呵。 诶,现在这一关是不是又跟刚刚那一场,一样的,可玩起来好像又有点不太一样,好,我会记取上一场的教训,超多,捷信的一关,呵呵。 哦呦,这关,哦呦呦呦呦呦呦,哇,我刚刚直接一个没飞好。 哦,它的地图做的也是蛮酷的。 好,这边,哎呦,右转,哇,这个地图很漂亮耶。 好,第二圈,G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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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哦,这三场遇到的队友都很强。 哎呦,你看,这就是我大绝时机开的不好,落地直接撞墙。 哎呀,没算好那个时间。 OK。 气都有点挤不满耶,现在这个配气的部分。 前面捷径,OK。 再挤一下,OK。 前面过弯的时候再开吧。 这样比较容易挤得满。 哎呦,差点过头了。 它那一等的那个氮气配器啊,我觉得真的有点难用。 就是很难挤满,然后氮气时长又有点短。 就不实用。 所以,哦! 哦,有了有了,我这场学乖了。 我刚刚就是在那边撞墙了。 不知道那边要怎么飞。 我直接开大绝过。 因为它的氮气好像总共有六个吧。 然后每一个的用法都不一样。 有些适合实现多的关卡。 有些适合弯道比较多的关卡。 有些是通用的。 所以要赶快把它去升满,然后可以去选择。 而不是就像现在我这样子就很尴尬。 就只有一个氮气配器可以用。 就什么图啊,都是用这一个。 就是会有点尴尬,有点吃亏。 好啦,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。 我是还在努力的乔宝。 我们下次见,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